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技术部分的holding跟管理 那首先呢 我不是大大 我是一个web-based的城市开发设计师 对 就是上次JSDC的梗 那在99年跟05年之间 担任过几个BBS站的站长 那不过从03年 陆陆续续开始加入很多的startup的团队 那不管从实习生 或是自己创办机案的公司 那或是到 大型的集团投资的 新创公司 一直到Here 所以其实 或多或少 我看了蛮多startup公司的发展的历程 那加入新创团队之后啊 其实就是什么都要干 你要写程式 你要行销 你要做业务 你要修电灯 你要修影印记 只要跟电影有关的东西 大家可能都会去找到工程师来解决 不管是什么东西 对 那这是很神奇的地方 在此之前呢 其实我大部分都是以乡名的姿态参加各个conference 对 那但是这次就很荣幸 就是能够sponsor COSTCOP 那为什么这次会sponsor呢 因为去年人已经很多了 今年听说要扩大办理 表示呢 票一定很难抢 那所以以这个缘故呢 所以我想说 好吧 那我们sponsor就可以拿到票来参与了 那就是这个因缘忌讳 所以有这场的speaker 那不过呢 我会讲很少关于我们产品的东西 因为定位是比较偏向是一个分享的概念 整个故事呢 从2008年开始 七剑夏天山 有没有 当时我们七位 就是来自于不同领域的 的一些朋友 那就是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跳入了一个 一个创业团队的冒险 那想当然 想当然啊 绝对不会是过这种生活的 就是满满的钱又有美女 对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其实 open source是大家的好朋友 50密集有没有 对 那个 我们都是用不用钱的方法来都各式各样的 的solution 那我们用到了哪些open source 其实我把这个部分分成两个面向来看这件事情 一个是开发用的工具 我们所有的service是架构在SendOS上面 那我们backend用了mySQL nextengine node.js apache php 然后 mango.db mancache 那 seach engine的部分我们用了spingx的一个open source 那在排层方面我们用了rabianq 那unmaid的监控 none nudges跟cati 然后HA跟LB的这些solution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都很熟悉了 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不会是等一下分享的一个重点 会面向会把它放在管理工具上面 在任务管理上面呢其实我们在任务管理方面是导入了track 这套系统 那这次管理我们是用qa 它是一个open stack的open source的一个platform 做内部的一些question的一些整理跟回复 那我们在品质管理上面我们用了 没关系我拿这个好了 这样可以拉吗 可以喔 好 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用zap去做那个供给测试 然后用monkey talk去做自动测试方面的一些排程 那等一下主要会focus在trick 这个open source的道路 所以从刚刚的这些分享我们可以得知 其实有两种情境在导入open source 一种是依开发需求而导入 这个部分其实非常单纯 通常工程师在开发任何的专案的时候 会遇到难解的问题或是复杂的问题 很自然的去寻找第三方 或者是去使用现有的一些open source的套件 所以它的沟通成本是非常低的 直内部团队agree其实就够了 可是有另外一种情境呢 是依管理需求而导入的 通常依管理需求而导入这件事情 会cross很多的functional 在做communication这件事情 可是你知道当一个程式语言的人 跟另外一个程式语言的人 或甚至是当工程员跟设计跟PM在沟通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复杂的事情 尤其是如果要导入一个平台 让大家全部都使用的话 那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瓶颈在处理 等一下我会以Track这个open source 的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的导入 来做一个分享的经验 那在分享之前呢 其实我们要先看一下 就整间公司它的规模的成长 因为刚刚讲的嘛 题目其中之一是一个技术团队 如何的去成长的过程 我们在08年成立 那时候全公司大概只有7个人 技术人员大约是3位 这边是totally人数下面是技术人员的人数 那我们推出了两个应该说在web端的产品 一个是贴力 一个是有料情报 那在2010年年末的时候 其实我们转型成制作公司 那一直到2012年的年中 我们又推出了在行动方面上面的两个platform 一个叫香弄 一个叫配配 那在今年6月的时候 我们就获得了原传电信的投资 这大概是整个的脉络 整个公司成长的规模呢 就是等一下我会讲到几个point 就是通常新充公司在每两年都会有一个gap 那个gap通常就是大退潮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危机 人员可能就会急速的流转 那所以其实在公司的成长上面 你会看到成长的幅度的变化 就是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其实整个公司过程大概是30人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些平台正在开发的 那到转型制作公司的时候 其实人数的成长幅度就减少了 因为多数的人可能觉得他不想要做project 他其实想要做platform 那下面这些对应的部分 就是成长的每个阶段 给他的一个名词的定义 新创团队然后进到了一个低潮 然后再到急速扩张跟团队崩解 最后进到核心团队建立 那重新开始的一段路 刚刚的阶段呢 我简单的去叙述 这个可能很多公司也正在经历 或者是准备要开始体验 第一个在新创团队期 因为你有很默契非常契合的伙伴 那很多的高手 这时候是跟你一起co-work的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相处融洽 人数非常的少 可是当你的platform 发展不如预期 比如说该拿到fonding的时候 没有拿到fonding 或者是推出市场的时候 不受大家的喜好 很快的你就会面临到低潮 就是庙都到了嘛 神都各个分分的离开 那这个时间点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新创团队 都会在这个地方就 可能消失了或是转型 那在转型的时候 通常都是会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或是一个新的策略机会 再回想到我刚刚讲的那张图 我们找到的就是我们转型做专案制作 先一让公司获得营收 在急速扩张的时候 那时候用人恐急 所以说什么人 其实基本上都能够先快速找进来为主 可是呢 其实快速扩张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会有文化的不一致性 因为你在快速扩张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function会成立 像我们公司原本是web-based的 都是php的工程师 可是当我们跨展到mobile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有android的engineer会进来 会有object-seat engineer会进来 那你会需要比如说javascript熟悉的 这么多这么多不同领域的人 其实文化都不一样 那这时候啊 其实就是你一个团队里面有耶稣有佛祖 那到底哪一个方式是好的 那如果你有办法 co-work完 他就会进行团队的崩解 很多的function可能是一下子 整个function的人全部都不见 这是常有的事情 最后呢 其实我们开始导入一些 社群内的一些伙伴 那慢慢的我们开始去建立 公司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核心 那就是晋级的巨人嘛 就是总会有一群人觉得可以打败巨人 然后就开始灵际起来 那因为冬结之后 还愿意相信的一些伙伴 他们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热情 跟理想性存在 那最后就是开始圆真吧 所以其实团队是成长重要的关键 个人会成就团队 团队也会荣耀个人 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 公司内部一个组织文化的一个想法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又可以回到时间序 其实这是大概组织的一个演进的一个过程 新创团队时期 扁平化组织 因为人数很少 大家彼此就坐在旁边 随时可以沟通 8个人左右 基本上是一个极限的 接下来你会进到功能组织期 就是我刚才讲嘛 这边可能全部都是web 或是php的 这时候啊 你会有php 你会有前端 你会有iOS 你会有android 你会有网路团队 那它个别个别都是个别的方式 运作 自行在运作 那可是这段期间 其实你就会遇到了 这三项 有可能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其实就是我们 大概在去年年中左右 开始逐渐的就是 它类似一个卫星型的一个组织形态 就是中间会有一个 凝聚力很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团队 它会去发展 或者是会去勾勒公司的一些技术的standard 或者是标准 或者是导入一些平台的部分 由这个团队慢慢地去开始影响周围的一些 functional的team 然后让他们去愿意相信去尝试一些新的可能 那当这个文化慢慢开始形成建立之后 其实就有办法开始带领公司往下一个阶段 去发展 所以其实成长的最大的关键 会在于说 如何地让团队有效率地运行 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过程中 就是现在一直一直我们大家都 随时不断在思考跟改善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讲了就是刚刚公司的历程 那接下来我讲一个情境 就是大家可以想想 或许各位也发生在各位身上 就是故事的开始 团队很小的时候啊 我们只需要和自己沟通 或跟你旁边的partner沟通 基本上就可以把一件事情完成 可是当人数逐渐增加的时候啊 就会陷入一个无止境的负向循环的黑洞 什么黑洞呢 永远都有漏掉讯息 造成重大问题的循环 什么上错版本 这个问题就是 你今天开发完了所有的程式 你上到了stage 那可能部分的功能测试完了 部分的功能还没有测试完 可是呢 anyway就是过了一天或两天之后 你忘了这件事情了 所以你一次commit 就把所有东西都update到production的server上面去了 那想当然而悲剧就发生了嘛 就是网站不能用功能shutdown掉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设定档位调整 就是很多开发者 我们都说config檔 里面设定的东西基本上跟production是不一样的 那没有去做一个注明 结果更新的时候某些设定 基本上没有更新上去 那另外就是忘记上吧 这也是会哦 就是明明可能说在 比如说是8月5号的中午 要上更新档 那所有人都口头上面说了这件事情 可是8月5号那天没有人去发表这件事情 那结果什么时候发现呢 可能是当客户去点某公园之后发觉 哎为什么没有做 那这时候就刹赛了 就是那个背后一定就是一连串道歉跟 anyway任何很多奇奇怪怪事情要处理 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啊 所以其实我们在尝试导入各项 open source的解决方案 那在导入之前啊 一定会有三个阶段会去面临到的 一个就是评估 然后推广跟扩展 在平台评估方面 其实会有五个流程 那第一个就是目标的设定 你要怎么去定位 你这个导入平台的一个目标 那再来就是使用的方式 和操作的习惯 还有架式的难应程度 跟社群维护程度 以及插件是否有足够的扩充性 这是我们当时在选择 要用哪一套平台的时候 的一个想法 那从目标设定来看啊 其实我们就以人事实地物 这五个方面来分析 一个团队用什么样东西 是比较适合的 以人来讲 我们分析我们内部当时team的 team member的组成 很多人可能都是第一份工作 就是毕业的时候 就被新创公司糊弄进来了 那从来没有接触过中暗管理 那也不晓得这件事情是什么东西 这是好 已经有一个第一个假设了 分析我们的业务 我们在进到人数很多规模的时候 是我们在转型成 专案制作公司的那个阶段 所以我们的性质 会有很多大小不同的专案 那以及包含我们自己的产品的平台 那这个其实 如果今天我选择的是Rainmine 或者是project-based为主的一些 open source的时候 我会面临到一个工程师 或者是一个PM 他会有很多很多的点击 就是他要跳到首页 进到不同的专案里面 然后再到专案里面去看每一个tiki的任务 那个来来回回其实基本上是一个 蛮不friendly的一个操作的体验 再来就是我们时间 我们没有额外太多的管理时间 来做很多细部的设定 那再来就是环境 我们希望在文化上还是能够保持开放弹性 我们不希望强制到每一个开发者 或者是业务或是PM 他必须要follow一个很标准的原则 去设定很多很多的参数系统 来做到管理这件事情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既有的设备下完成 以这几个项目统筹来分析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叫做在最小的管理成本内 希望能够有tiki-based的系统 协助个人做好自我管理 那以这几个定义 我们开始去评估 我们要导入到哪一套的open source的平台 最后我们为什么会选择track 就是刚刚有提到嘛 现在大家很popular的 比如说是未卖 或是用一个应该说 cloud service的treader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那还有assembler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这样子的一个专案管理平台 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track 那我们用了它几项 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专案管理 还有它的追踪系统 那以及它的时间轴 那还有可定制的一个报告 以及它的环境扩展 它的功能非常非常的simple 那simple到就是 我们就只要管 每个人身上有多少tiki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那个平台的画面 就是 这就是它的简单的画面嘛 那下面这边就是每天 几月几号 那它的tiki 有哪些任意有哪些描述等等的 那我可以看到是 这个tiki到底是被解决的 还是没有被解决的 那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去下任意的一些注解 点击任何一个tiki之后 其实我可以看到的是 是这一页 这就是我们 一个应该说内部的Engineer 发给我们的那个应该说 MIS工程师的一个tiki 就是电脑坏了嘛 所以描述完内容之后呢 那在我们的Engineer处理完之后 它会留下一个comment 我们有些tiki 其实下面comment很多的 就像聊天室一样 反正大家有什么话就直接写在上面 包含任何一个PM来给你一个需求 在上面 用它自己的方法来描述 你要骂一个那个fuck或什么 Anyway都可以 那重点是要留下一个注解 好 这个是我们在应该说 它原本road map上面的一些改变 我们的用法其实跟Tracker 本身它设计出来的用法 已经不太一样了 就是我们希望这套软体 能够贴近我们的管理模式跟方法 所以说在milestone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改成 它其实是每一个专案就是一个milestone 而不是一个大专案里面 好几个milestone来去分它的任务 然后这是它可定制报表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可以摆 比如说是by due date 把所有的ticket给列出来 或是我每天可以进去看 一个我的用意行单 我自己每天还有哪些的事情是要完成的 我也可以摆部门去看 每个部门内 现在有多少事情是正在ungoing发生的 或是所有的all ticket 这些所有的制定 其实都可以透过它的制定查询 去下一段seql语法 然后拉出你要的相关的报表 那在这件事情导入之后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操作流程 操作流程的步骤大概就是 填写工作内容 选择类型 然后一直选择专案 最后选择部门 那我这边可以assign一个负责人 然后我选择一个du date 最后就是送出任务 这个类型因为同时间其实我们也有 比如说像Mentis 像Boxe啦 或者是很多很多open source 然后大多数的这些open source 它要一个人填入的资讯都太多 太复杂了 我刚才提到的就是 今天你一单要多啊 或许engineer也可以接受 但是peer一定不能接受 你就更不用期望业务人员会接受 或者是所谓的设计人员会接受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suppose脑袋是跟工程师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其实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那个trick 它的发ticky的相关的介面 那下一个标题 做一个描述内容 选择它的类型 类型其实就两种一种 三种 mission task 或者是工作任务 或者是bug test 选择一个部门 我们把原件的地方 呃 变更成它是部门的选单 它就不是component了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用法 然后里程碑的部分我刚才提过了 我会把它变成是每一个专案的一个白称 那你每一个ticky都会跟着一个专案 或是一个产品去follow 然后有一个预计完成日期 跟指派的负责人 填完这些相关的东西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任务的 就会开始成案 可是在推广这件事情 其实基本上真的没有那么好推 我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例如说内部的组织抗力 跟要做的事情做不完 那我觉得最大的应该是在于组织抗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团队成立的初期 就没有使用这套系统 我们是在乱运行的两年到三年以后 才开始要导入一个project-based的一个ticky的管理系统 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说我现在明明沟通了就很好啊 我用ecell也可以沟通啊 我用google document啊 我用project 那个维稳的project也能管啊 那为什么我要用这件事情 所以 第一个就是 内部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意见 然后不同的在碰撞 那 最后 我再回想到刚刚的那张roamap嘛 就是 各个functional的tina都不拢之后 然后团队崩解之后 基本上这整件事情就fail掉了 所以我们在推广的时候 历经了其中一次很大的失败 就是全部都没有再用了 那解决方法啊 最后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社群经营的一个本质 就是 我需要有一个核心团队的一个产生 那 从内部的扩展 就是咕噜很重要 就是咕噜嘛 就是大家看过魔戒嘛 就是 一直不断地在追求那个魔戒的这个ring 那 一样在技术上面 或是在某个管理概念上面 内部团队一定要有人不断地去跟别人讲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一定要推 那 有了这样子的人才 人才之后 很多的内部的流程 或是一些技术才有可能去推动 所以 我讲就是 在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 进到第四天的时候 我们开始去招募一些有社群经验 或参与社群的人进到公司里面来 那 来开始慢慢地去work out这件事情 那最后最后啊 你知道就是 当 整个生产端的部门都开始使用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跨部门沟通的窗口 很简单啊 你今天 一个PM要发任务给你的时候 你就说 麻烦请你到那个Tracker平台上面 去发一个Ticket给我 有Ticket我就会开始做事情 那 其他部门没有办法 因为他必须要跟你work嘛 那自然自然他就会习惯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那最后 慢慢地就会到 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用 所以 我们的解决方法 其实就是从这三件事情 开始 所以 有了这三个部分之后 我们会再配上 一些管理办法的一个制定 那我们的路由其实也没有非常的多 就是 尽量还是keep很单纯这件事情 第一个 Mission Ticket由PM发起 发给部门主管 那部门主管 那部门主管这边接到之后 他会re-side Mission Ticket 给负责的Engineer 那 Engineer自己去规划 他自己的Task 的Ticket 就是 假设我今天assign了一个叫做 商务平台 专门商务平台开发 那 工程师拿到这件事情之后 他自己要去做规划 规划完之后 要把里面的一些Mission 可以开出来 主管这边去协助他去订 这些Ticket是否合理 那 第三个 Bug Ticket的部分 那 这很简单 就是测试有任何Bug 直接发给相关的Engineer 去进行就好了 然后 我们希望每个Engineer上班 下班的时候 都要确认是否完成本人的Ticket 那 部门主管每天确认部门成员 是否有确实的记录 跟回复Ticket 而 上面 我们在内部在做推广的时候 Due Day其实不是一个很 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但不是一个必要要达成的事情 可是如果Due Day 有延迟的话 他一定会带一个合理的理由 去说明为什么Due Day要更改 其实 这件事情在小团队的时候 都不重要 可是你今天扩展到 四十五十六十人的时候 任何一个Due Day 有延迟 而没有Announce 给其他周边的 配合的伙伴的时候 都会造成后面 后续有很多 连锁反应会发生 所以 这个是我们会 会要求 每个部门主管要做到的事情 那 格式不定 内容随意 但是有变更的时候 需要记录 因为其实Track下面 大家要回什么都可以 你想要聊天 Anyway 随便你写 都OK 我们没有硬性规定 上面不能写 你自己个人 私人的事情 对啊 有了这项的配套措施之后 接下来我们内部 就开始会有些 導入的过程 我刚才讲的 从初期的研发团队 到整个开发团队 比较偏 技术面的部分 那最后 让沟通的窗口 就是PM 这边 也必须要使用这个平台 来跟开发团队做沟通 当PM开始使用 跟熟悉之后 他们就会开始 要求业务团队 在进案的时候 也要同样发个Ticket 给专案团队这边 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那 当 后面这群人 都work solution 的时候 就会有其他 support的组织 会来问你说 你们用的这套系统 能不能也让我们来使用 这大概是我们 目前 经历过的一个流程 可是在这个流程上面 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也遇到了 就是关于 资料机密性的问题 那 所以说 通常业务团队 他们可能有时候是 在讨论一些报价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跟客户 应该说 谈判的一些 一些相关的一些issue 那这件事情 其实support 应该是业务团队 自己知道就好 行政团队可能会 在处理一些HER 人资方面 或签诚方面的流程 那它 这些东西 基本上support 只要行政人员 或HER人知道就好 所以 我们目前的解决方法 就是为这三个 开发业务跟行政 个别开了一个tracker的platform 那让他们自行在里面去 运作他们的一个流程 那来解决 资料机密性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执行成效就是 初误的发生率有在降低 然后会议的次数 透过这样 其实也可以减少很多的会议次数 避免发生问题的死角 因为如果说 你今天所有的issue 都有做追踪管理的话 那这件事情基本上 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生 那再来就是 我们也透过这样的平台 去协助每个engineer 去产生自我管理的能力 因为每个task support是需要engineer 自行去规划 然后去制建这样的task 那当然刚刚讲的嘛 他整个的运作效能 其实是有助于提升的 当其实在这件事情 还没有倒落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团队 已经没有办法 扩展到60人 甚至70人以上的规模 那一定会遇到 沟通的瓶颈 因为光内部沟通 跟发生错误的内耗几率 就会让这个团队无法成长 因为各位一定有 经历过那样的时间 就是你不断的在改bug 不断的在做需求变更 那其实support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的耐心 来说慢慢的 它就会消磨掉 那最后就会离开一个环境 去换一个新的环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如果这样的一个平台 没有办法去导入跟运行的话 其实成长是会有局限的 那我们目前其实也在尝试 之后下一个阶段 会遇到什么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 还是要小小广告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有什么计划 其实现在我们在基督团队上面 会有三个事业群 那终究会有研发中心 那我们现在在从 基督团队在从40人的规模 要发展到80人的这条路 现在我们有足够大的舞台 那我们在区域上面 有一个明确的发展策略 空间很弹性 因为40个人 要80个人 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每个位置 其实都需要 有经验的人 一起来贡献 那这时候我们在招募的 有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络 那我们10月份 也会推出一个平台 会整合商家的资源 跟远传电信这边的资源 提供给行动开发者 让他们能够 Leverage 他们的使用者 那如果 也是行动开发者 然后也对这个计划 有兴趣的话 等一下也可以直接 和我们联系 那陆续我们在10月份 应该会办一个 announce的一个party 那我们也可以邀请各位来参与 OK 那 那这大概是我今天的分享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 那有问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 呃 我们大概只有一两个问题 那有没有 人想要问题 Nio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Tracker的那个 制定查询 他有没有支援说 产生一个表格化的结果 例如说我想知道 我们整个团队 每个人身上 现在还有多少的ticket 呃 可以 他可以摆 呃 团队里面的user 或是摆 component 来铲出他的报表 对 所以你 像我们刚才那些制定报表里面 你点进去之后 他其实是这个team 里面的team member 每个人下面 挂了多少ticket 来做查询的 所以其实非常的一目了然 对 谢谢 这一条 都会有病 有这么多的 我可以在这些团队里面 那些小型的 这些团队里面 有没有 有没有 我可以在这些团队里面 我可以在那些团队里面 就是